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問說關於磁力線的敘述何者正確 磁力線是一種我們假想的那種線 我們能夠測量的事實上是磁場 那這磁場我們現在可以用磁力線形象化 所以用磁力線形象化就是說 這個磁力線的切線方向我們代表磁場方向 磁力線的密度 單位面積的磁力線數我給它代表磁場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把磁場形象化 我們事實上能夠測量是磁場 而不是測量到磁力線 磁力線是一種我們假想的 這個線我們用這種假想的線 把磁場把它形象化 那麼它是說何者正確 關於磁力線的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來學一下 一塊磁鐵的周圍 一塊磁鐵的周圍 即使沒有放置磁針或鐵粉 眼睛也可以看到一條一條磁線 磁力線是想像的那個線 不是真的線 不是說你真的能夠摸得到 真的能夠看得到 不是這樣子 所以A是錯的 這樣我們看NB選項 磁力線若相交 磁力線不會相交 為什麼 因為磁力線的方向代表磁場方向 空間中認了一點 它磁場方向只有一個方向 不會有兩個方向 但是你如果磁力線如果相交的話 同樣一點的話 磁場就會有兩個方向 所以磁力線是不可能相交的 這樣我們看 第三個選項CR 磁力線在磁鐵的內部 是由S級指向N級 這個對 磁力線它是一個封閉曲線 如果N級的話是S級的話 它在外部 它是由N級指向S級 在內部是由S級指向N級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對的 在內部是由S級指向N級 所以C選項是對的 好 再我們看看這個D選項 在有導線磁力線的分布 是層向外弧色的同心色線 這個錯了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這個 沿那個什麼 遠的切線方向環繞的這個同心圓 我覺得那個磁力線 是沿一個圓周 的那個切線方向環繞的那個同心圓 不是N的向外弧色的射線 所以D選項是錯 所以這題應該要選C 我們會找一個一個 一個小的狀態 來吧 有,我會想要 我們來看 看到這個狀態 會有些狀態 有,我們會想要 有些狀態 會有的人